为什么如今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接受美系车呢 原因是美系车它不通工减料 不减配 用料厚道 车身安全更好 现在我们选车也不像以前了 子康外观那是 也越来越重视车身安全了 恰恰这是美系车的一个优势 并且发动机变速箱质量也上来了 都更衣换代了 油耗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反过来德系车减配厉害 通工减料也是存在的 尤其是德系奥迪车吧 这俩车跑高速各有优点和缺点 由于奥迪Q5L 它是基于大众MLB 重置平台打造 重置的E888发动机 和重置的DL382 7档40双流合变速箱 所以跑高速时 它的底盘的超高性运动性 是有一些些在里面的 尤其是在高速超车变道时 车身的跟随性 底盘的紧致感 跟随性是不错的 而凯迪拉克XT5 它是基于横置平台打造 所以底盘的超红件运动性 是不如奥迪Q5R的 但是无论是市区代步 还是跑高速长途 凯迪拉克XT5 它底盘的扎实感支撑性 要比奥迪Q5R会更加优秀 它的四个轮子 就像牢牢的抓住地面 整个底盘贴在了地面一样 非常适合跑高速的一款车子 要比奥迪Q5R更稳 它搭载的是和凯迪拉克XT6 是同款发动机变动箱 代号LSY2.0T发动机 匹配48%轻吻功能 扭矩达到350 马力237 拉动这个车是足够用的 只要轻轻一点 动力就是谁叫谁到的 会发穿 这个9AT变速箱 升档量降档 换的逻辑也是不错的 两款车跑高速 隔音静音MAS 都是不分上下的 只是卡迪拉克XT5 车的安全性比较好一些 厂市代步 油耗会略为高于 这个奥迪Q5R 但是跑高速呢 都不高 总体来讲 如今的美系车 用料更加好一些 它不通工减料 用料更厚道 而奥迪Q5R 如今是减配力 通工减料也是存在的 不在乎品牌的 这两款车的选 凯迪拉克XT5 是可以的 挺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 只不过是保值率 它是不如奥迪这个品牌的 如果说长期使用 你不用考虑保值不保值 如果说开个三年两年 就换车的 那你必须得考虑保值率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